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有一宗巴士翻側的意外 巴士撞到石坡道 然後車身呈現45度翻側 幸好經過消防員的努力和救護人員 沒有釀成一個重大的災難 今天有條片在Facebook上傳了 大家可以看到當時巴士翻側的內部 受困的上層乘客的情況 我們看影片先說 去前,下跌,有一個人 慢慢走 去前,有一個,慢慢下跌 車頭 轉過來 承力 來吧 大家相信都看到這個婆婆很辛苦 因為她受困加上頸痛和腳痛 然後有消防員安慰她說不要緊 一會後跟救護人員說 其他人也幫我婆婆滑 因為相信胸條系統也受到壞了 亦是安慰她 可能很奇怪 為何這三個人都坐在一旁 我相信應該是翻側的時候 這個婆婆滑了她 滑了她的女生 所以女生被逼了 女生讓了位置出來 其實你看真點 她的坐姿是非常辛苦的 因為她維持了在一個 坐小小半無影凳的情況 加上在這個翻側的環境 這個女生的心地都不錯 加上相信整條片的重點 不需要我講也知道 就是這個非常漂亮的姐姐 我們叫她姐姐仔 真的人美心善 整條片真是明星都沒有那麼漂亮 就是這樣 大家也看到香港人在危急時候 亦都肯發揮互助互愛的精神 亦都安慰過婆婆 說沒事的 就是出去 都算是一個不幸中之大幸 如果大家遇到這些情況 最重要是夠冷靜 因為如果你受經過度 你不斷在車子裡 救命 救命 不斷走 很容易令到車子搖擺 甚至失去平衡 會讓人有更大的災難 所以遇到這些情況 可能我自己遇到都會發瘋 幸好這次事件 又不發生在一個平地上 叫做平路上 如果發生在一些天橋的高速公路 這樣翻側的話就很大劑 希望各位巴士司機 雖然是上班時間長 辛苦還是怎樣 總之是開車的工作 最重要是打起十二分精神 不要學DC9 一個月炒幾十單車 再次讚美這位黑場直的小姐姐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